恶口因果 一 什么是恶口 应光大师说 所谓恶口是指言语粗笔恶毒如同刀剑一般 宣扬他人见不得人的恶行 口无禁忌 全部避讳 另外如果源于重伤及别人的父母 那就叫大恶口 将来会遭受畜生的果报 既然已经受了佛解 就千万不要再犯这种罪过了 二 引势力说明恶口及其果报 有一位青年很有才华 二十岁获得数学博士学位 一所名牌大学破格直接聘他为副教授 可是过了十年都没有升为教授 他禀赋这样好 为什么十年后都得不到提升呢 原因出在他十年以来所发表的论文 都有指责其他教授的缺点 而且讲得精辟 抓住别人的弱点 所以他这十年要升级时 都被那些教授压下来 后来他的朋友劝他写论文 换一个角度写 就是赞叹其他教授的优点 这位才子一听建议 脸色很难看 觉得很困难 因为多年以来批评别人习惯了 再换成欣赏别人 很不习惯 在这个势力当中 可以体会什么是造作果报 就是以习惯势力所显现的行为之下 这位副教授一直喜欢指责别人的缺点 养愁了恶口的习惯 要他改成一种欣赏他人的方式很不容易 所以串习什么方式 就会习惯于什么方式 不在语言上学好 以恶口的串习力 语言上会形成障碍 甚至对别人真心说一句 和善的语言 也没有能力 还可以看到一点 就是存心不同 后果也截然相反 如果一说话 就是指责 嘲讽 打击 这样用心刻薄 福德就会削减 如果待人宽厚 总是赞叹随喜 福德就会越来越厚 所以 待人要常念别人的好 下面再看一则 以恶口受报的事例 明朝末年 苏州有一位姓秦的书生 聪明好学 而且多才多艺 尤其擅长作诗词 他才思敏捷 可以即刻写成文章 他的缺点 他的缺点是 个性轻狂 刻薄 说话不让人 既然有缺点 就写诗攻击对方 听到某人做事可笑 就把这事写成歌词 有位邻居 男女的事有失简点 他知道后 当即写了十首 黄英二的词 调笑 内容 绘声绘色 写得很露骨 这首词远近流传 因为这件事 他多次挨走 当街被打 甚至被人 剥开衣服来痛打 还有一次 也是因为填词成歌 讽刺他人的行为 结果被人诬告 吃官司 因为素氏的习气太坚固 他一直改不过来 到晚年时 他染上了疟疾病 病好了不久 就精神错乱 常常吃自己的粪便 又取刀割自己的舌头 幸好被家人发现 夺下他的刀 家人也没有办法 只好把他关在 一间空房里头 他找不到刀 就一点一点 嚼自己的舌头 再祸着血吐出来 房间里发出一股 难闻的臭气 让人作呕 而秦生自己 却一点知觉也没有 有一天 他从窗户的缝隙当中 看见一把劈柴用的斧头 就破窗而出 局服把自己给砍死了 这是恶口的报应 秦生的问题出在哪里呢 就是对人刻薄 不宽厚 不包容 一个人会声会色的描述他人的缺点 隐私 以此为乐 必定会引起对方的怨恨 况且把他做成诗歌 让千百人都知道 是恶口大面积的放大 所以无形之中 福德宵禁 我们这条舌头 如果用来劝人行善 注重因果 或者劝人发菩提心 念佛法僧 自己的口德会越修越好 相反 用他来宣扬邪说 传播过恶 那也是罪业无量 秦生以前式的善业里 今生才有这样好的舌根 可是用错了 翘蛇便为恶口的利器处处伤人 结果自嚼舌头 发疯自杀 报应 竟是这样准确 清代纪晓兰 在月威草堂笔记当中说 有一位侍奉她的小妾 将她祖母很会骂人 后来祖母没有任何疾病 忽然舌头烂到喉咙处 不能饮食说话 痛得翻来覆去 几天之后便死去 这位祖母唯独舌头会烂 可见她恶口也很重 她骂人的时候 能以示压人 别人都怕她 但是这个女强人最后坏在自己的舌头上 舌根和雨液关系很大 例如 口不忘语 说成直话语 舌可以覆灭 如果说恶口 说忘语 舌会萎缩 糜烂 再看恶口的事 是能引申会脑的劲 这也提醒我们 对方如果是会受伤的劲 对他说恶口 就会伤他 我们说某人的过失 缺陷或丑闻时 如同对他的伤口发生利剑一样 让他痛苦 这样就明白 凡是在对方不能接受的时候 不能随便说恶口 什么时候方便说呢 就是自己有善心 而对方又信任你的时候 才可以指出对方的过失 但是凡夫人 很多并不是善心状态 而是以烦恼触动 我们的语言 只有两个方面 说功德 或者说过失 以贪嗔痴 说恶口 这都是恶业 一般人会认为 我打他一拳 这是恶业 因为触犯了对方 让他受苦 而恶口并不是伤害对方 实际上 对方的过失 就是他的伤口 恶口就是利剑 对他会造成伤害 太平府 有一位周某 常常谈论别人的短处 他和一位书生是好友 书生的妻子 美貌有才华 风流放纵 但实际上 并没有外遇 有一天 周某和书生 一起吃饭 忽然对书生说 哎呀 兄长的度量真大 为什么受外人的欺负 却不计较 反而在这里 好瘾呢 书生惊恶不解 周某说 尊夫人 小雪放浪不羁 老兄 还不知道吗 说着他挽起袖子 竭尽笑骂诋毁之能使 红州的人 认为他说话荒诞不惊 连连罚他喝酒 周某又说大话 你们都冷眼旁观 我是热心肠的汉子 不能做那种 想说又不说的 庸人之态 书生奇的脸红回家了 他的妻子听到此事 愤恨而死 康熙八年 周某参加乡试 刚领试卷进入考场 忽然有鬼 在卷面上写了 浩坛归捆四字 他急忙用衣袖擦拭 怎么也擦不掉 于是 潦草地写完文章 一出考场 他就 吐血 而死 这也是恶口伤人 人们一般会拿直爽 做挡箭牌 我很直爽 我有什么说什么 这个问题很严重 如果有什么就能说什么 天下凡夫 都是有过失 有缺憾的 是不是就该直爽地 从今日到未来计 把每个人的过失 都揪出来 恶骂一遍呢 三界凡夫 都是业障病人 对待病人的方式 是要去悲悯了治 而不是对他 恶骂攻击 周某说他是热心场 不像别人想说又不说 他敢在大庭广众之中 随意向他人笑骂嘲讽 这像是肆无忌惮地 举着剑任意刺人脸面一样 所以书生心怀愤恨 他的妻子也羞耻而死 由此可见 话语有时比刀剑还厉害 一句话就可以摧毁一个人 报应如何呢 周某当众破人名声 致人死地导致以 好坛归捆四字印在试卷上 使他脸面丢尽 而且一出考场 就吐血而死 天道好环 骂人者骂自己 坏人名声者 坏自己名声 所以说别人的短处需要慎重 没有必要是不能随便说 下面再看感应片汇编中的几则事例 梁朝有一位道凯 他的祖父曾经挑愤谋生 等到道凯做了吏部尚书 有一次何敬荣请他 他没有答应 何敬荣就对人说 道凯还有一点鱼臭味 现在就学着一副贵人的架子 道凯听了 怀恨在心 何敬荣依道凯的种姓过失 而嘲讽他 堂堂立部尚书 听了有何反应呢 就是怀恨在心 人心普遍就是这样的报复心理 以恶口而结怨 道凯的弟弟道恰 有一天问刘孝绰 我很想买东陵的地 可是地主不让 怎么办 刘孝绰说 只要多装几车粪 堆在他家旁边 叫他难受 他就搬了 道凯听了 很愤怒 后来以这件事 把刘孝绰害了 所以 一句话 会伤天地和气 一件事 会酿成终身祸患 为人处事的时候 不能这样冷嘲热讽 这会使人心的怒恨 深入骨髓 古人说 打人莫打七 道人莫道食 明朝汉州有位王生 喜欢指责他人的过失 邻居死了儿子 他呵斥说 因为你造恶 深重 所以有这种果报 不久 他的两个孩子都病死 邻居反击他 你造恶 是不是更深重了 又有一次 他的足凶考试名列四等 王生指责说 你文章写得实在荒谬 怎么有希望优惧呢 不到一年 他自己考试名列五等 足凶反击他说 我想 兄弟的文章 是不是更荒谬呢 这个事例是显示 骂人者常被人骂 责人者常被人责 我们指责别人时 先要看看自己 自己也不是完人 有哪一处不可以被人指责呢 既能指责别人的过失 自己满身过失 为什么不会被别人指责 骂人者 反遭人骂 要想人不骂 只有不骂人 孙文义公既矮小又丑陋 县令李昭妍嘲笑他说 像你这般人物 世上能有几个 这一年 孙文义公以第三名 考中了科地 不久执掌选拔官员 这时候李昭妍正好是以 选人的身份等候调遣 孙公笑着说 没想到你的那句话终于成了好兆头 李非常惭愧 这次质疑 就辞责回家了 所以 今天在上可以骂别人 明天在下 怎么办呢 今天有钱时可以骂穷人 明天做乞丐时 又怎么办呢 事实事无常 我们骂别人 觉得比别人高 可是一旦失去名位 财富时 不遭别人骂吗 换一角度来看 众生有一处短 你还没看到 它有一百处长 一处你超过它 你没想到 有九十九处 还不如它 所以 不能轻视任何人 常常要觉得不如人家 这样就不容易指责人的毛病 菩萨为了调伏众生 随顺时机的恶口 是些威猛想遮止他造恶 这是大善业 但是一般凡夫要把握一个原则 就是自己德行不够 别人对你没有信任感的时候 不要轻易说过失 佛住室的时候 有一位长者的妻子 怀孕之后 身体就臭惠不堪 谁也不愿接近他 他满月生下一个孩子 皮包骨头 身相瘦弱憔悴 非常难看 而且 这孩子身上沾着粪便 他长大后不愿意待在家里 而且贪饰粪便 父母和亲友们都很厌恶 不愿意见他 后来他被逐出家门 在外流浪 以粪便为食 为什么他会这样颠倒异常呢 也是受业力支配 他也是不自在的 他的前世姻缘是这样 往昔居留孙佛时代 他出家做一所寺院的住持 当时有几位施主 供养僧众洗玉 洗完后再用香油涂身 僧众中有一位阿罗汉 住持一见他 就请称心恶骂他 你一个出家人 还以香油涂身 这和用人分图身 有何差别 阿罗汉听后 对他生起怜悯之心 就在他面前 视线种种神变 住持当时就忏悔罪业 以恶口业力 他在五百事中 身体常常臭悔 人都不愿意接近他 在和阿罗汉说 和人分图身 有何差异时 他的心中 就已落下相应的印象 因缘聚合 果然显现身体臭惠 贪吃粪便的恶相 一切都是心错心弦 口里如是说 心中如是分别 就会如是现前 这是依他起 无期的显现 佛注释之时 王舍成有一位长者 财宝多得无量 长者的妻子 怀胎十月将要临产 胎儿却始终不肯出生 不久 又有身孕 生产之后 前面怀的胎儿 仍然住在右肋部位 这样接连产下九子 先前的胎儿都不肯出生 后来长者的妻子生重病死去 亲友们把他的遗体抬到坟场 请来大医师 其婆 剖腹取出一个小孩 身体 身体虽小 胡须和头发都已经苍白 他弯腰驼背地 一边走一边环顾四周 开口对亲属们说 你们要了解 我是前世 以恶口骂僧 此生才在母胎里 经过六十年受这种苦恼 亲属们听他这样说 都悲哀哭泣 说不出话来 当时世尊知道 老小孩儿的膳根已经成熟 就带着大众来到停尸场所 叫小孩儿 你是长者比丘吗 老小孩儿说 我是 连问三次都回答是 大众请问佛陀此世的前世姻缘 佛说 那是家业佛的时代 一次比修们结下安居 众僧和合 派遣一位老比丘 做僧众为那 大众共立制度 安居期间 得到的圣僧才可以和大众一起自赐 否则没有资格 老维纳没有得到 僧众不许他不萨自赐 他心里脑恨 发牢骚说 我专门管理僧众事务 让你们能安心办到 今天竟被拒之门外 不许自赐不萨结魔 然后他就辱骂僧众 不久被关入一间屋子里 他怒气未消 大声叫嚷说 我要让你们 常在黑暗之中不见光明 就像今天 我被关入暗室一样 说完之后 老维纳便自杀身亡 躲在地狱之中 受极大痛苦 今天才脱免做人 乘着恶口恶业的语报 还要在母亲胎语中 住六十年 不见天日 还有往昔一位三藏比丘 见到一位老比丘 缓慢地进餐 说他像老牛返厨一样 依此恶业 他在五百世中 转身为牛 后来虽然当生 成就阿罗汉国 生来几长有 两个咽喉 反除十五 另有一位三藏比丘 对其他比丘说 你们如木桶一样 结果 他五百世转为木桶 家业佛教法中 五百僧人 给比丘取断族 断壁等的恶名 由此许多世中堕入地狱 又在五百世中 被砍断手脚死去 这一世转身为 世家族的五百女子 也是手脚被 琉璃王的军队砍断 所以 无论取何种恶名 都会业增上广大 需要感受 五百次那样的果报 确实 说什么 就会变成什么 雨夜的力量 不可思议 明白 夜无期变现的法则之后 我们不能乱想 不能乱说 在语言上要谨慎 不能嘲讽别人 不能给别人取外号 恶口两舌 过去有一个长者 家财万贯 金银财宝 真是取用不尽 生活也过得非常快乐 他有一个漂亮贤惠的妻子 更使他欢喜 可是 他的这种享受是暂时的 快乐也是无常的 所谓 花无百日红 人无千日好 这位富翁 不久便渐渐地走入 忧伤的深渊里去了 再也看不见他昔日那 欢喜愉快的神情 为什么呢 原来是为了他的儿子 他结婚多年 才生了一个儿子 当这儿子生时 他高兴得很 可是很不幸 他的孩子才 哇哇血雨时 便害起病来了 经医生的诊断 说是生疮 生在皮肤上的这种恶疾 使小孩整天闹个不休 虽然曾经请来了许多名医 也无法救治 因此 使他成天愁眉不眨 可怜的小孩子 在许多名医束手无策之下 天天在哀呼叫苦中 度着痛苦的生活 他的痛苦哀嚎声 扰极林里 所以大家都叫他 生嚎 如流水似的光阴 带走了生嚎的幼小年华 他已经长大成人了 不过 让那恶疾并未痊愈 仍是日日夜的哀痛 真令人听了为他难过 在他们家附近 有一个老人 他听见生嚎痛苦呼嚎之声 心里很是不忍 就来到生嚎家里慰问 并对生嚎道 我曾经听到许多人称赞说 在奇缘经社有位大医王 凡是我们身体上的病 或是心理上的病 他一律能够医治 他有神兽妙方 无论你怎样成可的病 都能马上痊愈 你何不赶快虔诚地去求治 长者子生嚎 听到这类人的话 欢喜得不得了 他便抱病寻找到奇缘经社 来求见佛陀 生嚎见到佛陀 那三十二相 八十种好的庄严圣身 如同百千光明 心里喜悦赞叹 他的愁苦恼恨 已经减少了许多 随即五体投地的礼拜佛陀 佛陀的慈悲 从不舍弃任何一个病苦的众生 所以生嚎来时 佛陀非常高兴 便为他宣说 拔出一切患苦的圣庙法门 生嚎听闻佛陀说法以后 忏悔罪过 这时 他拿十几年来的身上窗毒 马上就好了 痛苦完全消除了 心中生起前进欢喜 来要求佛陀允许他出家做比丘 他精进休息 不久便挣了罗换果 朱比丘看到生嚎这样 觉得很稀奇 就问佛陀 他是以何因缘而得此果报 佛陀对弟子们说道 在过去 无量事中 在波罗奈国 有甲义两个富翁 因为他俩平日就有点怨赠相政 甲拿出了许多珍宝贡献给国王 国王得到他的贡献 就对他特别宠爱 因此他就在国王前批评一说 某人非常恶毒 经常阴谋用计害我 希望大王严惩恶人 保护善良人民 国王因受其供奉而失去观察 信以为真 就命人把乙拘捕 并且不许他辩解 用酷刑逼供 已被拷打的遍体鳞伤 受尽百般痛苦 后家里的人出钱赎罪 才放他回家 已再回去以后身子思维 认识到财实在是害人的东西 身体是苦难的根本 如果没有钱 就不会和甲引起争论 要是没有身体 也就不会遭受刑罚的痛苦 于是过了不久 就立志入山中修行 后来成为辟之佛 那时这位辟之佛发大慈悲心 他谋甲残害好人 来生要受苦报 便往他的家中献种种神变 某甲看到了不可思议的情形 心生敬仰 随即请辟之佛上座 特配种种食品供养 并向辟之佛 忏悔前罪 佛陀说到这里 听了听又说 你们要知道 过去在国王前下禅言的人 就是现在受病苦的身毫比丘 他后来由于受辟之佛的教化 忏悔前罪 虔诚的归一三宝的功德 所以才能于今日得到佛陀的救度 速成圣果 人们不要以为 说了几句谗言 没有人知道 要知 罪业报应 是丝毫不爽的 但犯了这种过错的人 只要诚心忏悔 仍然是可以得救的 密圣比丘恶口的报应 从前 舍卫城中有一个富翁 名叫师智 信奉佛教 有一天 他准备了美好的饮食 虔诚地供养佛陀和僧众 佛陀受过供养 又开始一番 就领着众僧回到经社 归来的半徒 佛和僧众在河边的大树底下 休息的时候 从树上跳下一只猿猴 求见佛陀的波具 猿猴接过佛波后 速去速来 并且在波中又盛满了甜蜜 双手恭敬奉给佛陀 佛陀接受后 又把他分尸给众僧 令猿猴多得福报 猿猴看了欢喜跳跃 过了不久 猿猴死了 转世为人 生于师智的家中 出生的时候 家里所有的食具 都满装着蜜糖 师智夫复觉的奇异 就此把他取名叫蜜胜 光阴如箭 岁月奔驰 一转眼 又过了几年 蜜胜已长大了 他厌烦尘俗 要求父母允许他出家 父高兴地答应了 得到父母的赞许后 蜜胜到奇缘经社 投福出家 因为他前世的善音 很快正果 有一次 他和同秋比丘们 出外度化的途中 感到热渴异常 大家都想有一杯饮料 这时 蜜胜比丘 向空波向空中一致 然后双手去接时 波中已盛满了家密 送给众僧解渴 回到经社时 有一位比丘 就向佛陀请教道 蜜胜比丘 过去修的是什么福 为什么在任何时候 任何地方 都能够方便求得蜜糖 佛陀大道 你们记得 在很久以前 有一只猿猴 求借波举 装了家密 来供养佛和僧众吗 由于他的喜心施舍 死后就转生为人 由于他的诚心 供佛家密 所以今生随时随地 都能够得到密 佛陀说过以后 比丘又问道 佛陀 密圣的前世 又是什么因缘 才剁生为猿猴呢 这时佛陀 这时佛陀的四周 已围绕着很多弟子 佛陀看了看他们后 才说道 密圣会剁为猿猴 那一时 五百圣以前的事了 也就是 嘉业如来在世的时候 有一位青年比丘 在偶然间看到 另一位比丘跳过一条小溪 就笑他的姿态 如猿猴一样 因此犯了恶语的罪 所以他堕落为猿猴 后来他知道自己的错 就向那位比丘求忏悔 免堕地狱受苦 并以此圣缘 猿猴能遇到佛德度 今生也很快地证了罗汉果 佛陀讲完以后 众比丘都知道了 一句恶言 就能招来苦报 因此 大家再也不甘有戏言和恶口 因为因果 是不会饶过人的 对于恶 我们怎么对待 我们这个时间太多了 家里边 生活中 路上 报纸上 电视上 天天到处都是恶 怎么对待 普贤菩萨 在普贤行愿品里 教我们方法了 他在随喜功德里讲 看到佛 菩萨 甚至是 有形无形的一切众生 哪怕做了 一微尘的善 普贤菩萨 用他甚深 普贤行愿力 一定会在 所有的佛 菩萨 圣人 哪怕一切众生面前 去夸奖 赞扬 哪怕你做了一点点 微微的善 普贤菩萨 立即就赶在你面前 来夸奖你 说你做得好 那么 尽失空遍法界 无数的生命 无数的众生 无论是有形无形的一切 只要有一微尘的善 普贤菩萨 一定在他面前去赞扬 鼓励我们 去做更多的善事 这叫随喜 那么这里边 还有很重要的一条 普贤菩萨没有说 遇到恶怎么办 很简单 普贤菩萨 看不见恶 他也不会去看恶 因为恶谁来管呢 世间的法律会管 因果的规律会管 你做了恶业 到了地狱 有地狱苦暴 地狱各种酷刑来管 而菩萨 只做劝善的一面 恶的一面 不看 不管 不放在心上 不浸到眼睛里 因为你一浸 一关注 你心里边 已经被污染了 就有毒了 所以对恶 千万不要去看 不要去管 当然自己 更不能造 你看咱们现在 自从人体炸弹 发明以后 现在全世界 好多地方 都有人体炸弹 为什么呢 因为报纸 在宣传啊 电视 在宣传啊 一有示范 有仇恨的人 立马都往身上 装炸弹 所以我们在这个 世界里边 也要做什么事呢 只能做 意恶 扬善的事 恶的事 不能宣传 我们平时在家里 谁做的不好了 就开始嘀咕 这样不好 那样不好 完了 慢慢矛盾全来了 家中是这样 社会也是这样 国家和国家之间 也是这样 所以我们只能向 普贤菩萨学习 只能说好的 善的 不能说恶的 不仅不说 我们看都不看它 看见恶的东西 掉头就走 绝不参与 绝不沾染 沾染了以后 我们就被污染了 到一定程度 你的恶念就会发出来 学人家去做了 肯定是这样 所以恶 千万不能做 不能看 不能宣传 不能说 尤其这个恶口 是非常可怕的 你看这个比丘 无非就是说 别的比丘 跳过小溪的样子 像只猿猴 他还去忏悔了 但最终 还是堕落成猿猴了 所以我们没事 一定要管住自己的嘴 祸从口出 一定要管住自己的嘴 没事 没事就念佛去 佛也经常强调 大家没事 别乱跑 我们也建议大家 除了必须的生活 工作 学习等 没有办法以外 就老老实实 在家待着 念佛 拜颤 拜颤 送金 不要乱跑 不要乱逛 一旦遇上恶元 又有恶音 你的恶果 很快就出来了 谢谢大家